大家好,我是苏菲亚 日食、月食以及水星逆行在7月同步登场 在这个时候,最好运的族群则是双鱼座莫属哦 在人际关系方面 舞羊、天秤、巨蟹跟摩羯座的朋友要比较小心 因为你们可能在这个月要做出分合或选边站的决定 青牛、天蝎、狮子跟水瓶座的朋友 要留意跟主管、同事之间的相处 比较容易不愉快,要以而为贵 而处女座、双子座以及射手座朋友 在这个月份要注意自己的财务状况 不然比较容易有一些财务上纠纷哦 想知道更多的新作运势吗 请随时关注我们的LTV